忘了浑身光流或者披着林甲的恐龙形象吧 现在的研究早已发现很多恐龙都是毛绒绒的了 不过在羽毛和骨骼之间 它们的皮肤状况如何 相关研究并不多 在最近的《自然同学》上 有一篇论文报道了研究人员的新发现 它们在画室中找到了1.25亿年前恐龙的脾气痕迹 这可不是为了说明恐龙的卫生习惯有多差 而是揭示了一个事实 恐龙也和鸟类或者我们人类一样 死皮会剥落退化 所有的动物都会换毛退皮 便于它们长大或者应对环境的变化 恐龙粉丝不少 但也许没人想过它们是如何退皮的 是像蛇一样整张退化 还是像我们人类一样死皮一点点剥落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在新陈代谢过程中 恐龙皮肤上的老皮会变成小碎片剥落 和长羽毛的鸟类一样 虽然我们在论文中避免使用头皮系这个词 但事实上它们羽毛间的瓷剂碎片和头皮系是一样的 这一发现源于研究小组对中国白恶级时期的恐龙羽毛的分析 化石样本来自三种不同的恐龙 小稻龙 飞飘龙 中华鸟龙 另外它们还研究了早期的鸟类 孔子鸟 Benton和它的同事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在研究这些标本 最近终于发表了成果 在这项新研究发表之前 人们对恐龙皮肤的退坏机制几乎一无所知 普遍看法是恐龙的退皮过程与鸟类和龙域类似 这是和它们亲人关系最近的现代生物呢 蛇和一些记忆的全伤皮脱落的方式可能不适合恐龙 它们之间的亲人关系更远些 Benton的研究小组在用电子线微镜观察接近恐龙表皮 而形成的化石时 经常会发现奇怪的小白斑 于是它们用铝子树线微镜进行进一副研究 发现这些小斑点很可能是皮肤角质碎片 这些直径移到两毫米的皮肤角质中 含纤维和脚蛋白被困在皮肤和毛发之间 和现在鸟类和人类皮肤上脱落的薄天肌乎一样 研究团队认为 皮屑可能是在中诸罗纪时期演化出来的退化皮肤的方式 因为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长羽毛的恐龙 这些化石中保留的皮肤细节显示 这些恐龙是温血动物 但和鸟类还有很大的差距 鸟类在飞行时 身体会产生巨大的热量 皮肤脱落也是一种帮助身体冷却的方式 而恐龙们拥有更紧密的角质细胞 不太容易自由脱落 如果想通过这种机制冷却升起 效率会很低 研究人员推测 如果这些恐龙能飞 它们飞行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很可能大大低于现代鸟类 这项研究证实了白恶气恐龙和鸟类之间的一个新的共同点 研究人员惊叹 从宏观角度到微观层面而言 鸟类和恐龙在解剖学上居然能如此相似 Benny和他的同事将继续深入研究 它们计划对多种恐龙进行研究 以确认这种与鸟类类似的皮肤更新方式 在恐龙中是否普遍存在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